我 也背对背沉默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你给我听好了 沙李是我多年的老同事 小湘是我同事兼好友领域的姐姐 李叔叔是我特别尊敬的长辈 这件事情 我管定你 那你想怎么着啊 你刚才也看见了 是他心甘情愿把卡给我 又不是我逼的他 小湘也一样 要不然你问他 我跟他离婚他乐意吗 所以我跟你说啊 这个就叫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我今天见着你 我才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 我也是逼不得已 我不去找他们 他们自然会来找我 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 要不然 你帮我劝劝他们俩 他们俩要愿意离开我 我立马走人 我不跟你废话 把钱还给沙李 从此在小湘和沙李面前消失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那都是文明人 我跟你说啊 我能把他们俩的钱搁到我的口袋里 那是我的本事 要不怎么着 我退一步 好不好 要不然 你给我一笔钱 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立马在他面前消失 反正你也有钱不缺这个钱 对不对 破财免灾多好啊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谢谢啊 那我就拿着了 你玩我呀 我在玩一条见钱眼开的狗 你狂什么呀你狂 你不就一富二代吗 没你爸 你这儿是道天女人的小白脸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去 日生公司反而来打人 宋神仙你是不是疯了 你明明知道我还不上钱 为什么替我担保啊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打人了 是吧 谁知道以后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我不替你担保 恐怕再见到的就是四肢不全的你了 我缺个不断田是我的事 不能连累你呀 你的船烧了需要花钱去修 那是你一辈子的梦想 你让我欠你一辈子吗 你不要忘了 那艘船可是从废铁修到可以发动 现在虽然被烧了 以后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修得好 但是我一个人不行 我需要你帮我 船的对讲机是你修好的 火花塞是你帮我换的 绿油器喷油嘴都是你弄好的 你如果出事我还怎么修啊 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 但是好兄弟我只有你这么一个 只要我们能够同心协力 一定可以解决的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振作一点 别愁没苦脸的 待会儿别让贝贝看见 赶快收拾收拾 跟我去医院 好吗 没什么道理 你不要这么半死不活的 跟我走吧 我就不去了吧 你去就行了 为什么 贝贝现在需要的人是你 而不是我 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我说陈希 你我都心知肚明 贝贝喜欢的人是你 我充其量只是他的一个朋友 你随便安慰他一句 比我逗他十分钟都有效 我只希望贝贝能快点好起来 我希望你多陪贝他 虽然有的时候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但是我不会怪你 因为你没法不让贝贝喜欢你 我也不能控制自己 不喜欢贝贝 所以我只能逃避 你为什么就不能试着让贝贝喜欢上你呢 你以为这种事情像开船那么简单吗 你让他往左就往左 让他往右就往右 贝贝想要的东西我也给不了他 我能给他的也不是他想要的 就像是个螺丝刀一样 尺寸不对 你怎么拧得拧不上去 而且我真的觉得 贝贝跟你在一起会比较快乐 其实我知道贝贝快乐 我也就很快乐 有的时候想一想啊 喜欢他也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 贝贝的关注 贝贝的付出 也是一种爱吧 贝贝贝 况且你是我兄弟 贝贝在你身边我多亲 好好带贝贝 拜托 贝贝贝 我同意于董事长的建议 我虽然舍不得爸 但我也心疼你 爸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个做姐姐的不替你考虑 还有谁会替你想 不用考虑我 我能不考虑吗 现在我还能替你分担点 但我 毕竟也嫁了人了 迟早要回到那边去 到时候 也只能是偶尔过来帮帮忙 这照顾爸的责任 就几乎全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你还是考虑一下 于董事长的建议吧 我想爸也一定希望 你能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对 我也想说 你不觉得他想得看我们的结合 遇到条件也不错 对你也体贴 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 而且 还是个白马王子级的 主要是爸喜欢的 爸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 他什么时候讨厌过别人 也是啊 爸好像 也挺喜欢那个宋晨曦的 小玉 你 你喜欢晨曦吗 干嘛突然问这个 因为晨曦她喜欢你啊 我知道我不应该喜欢晨曦 我也知道她喜欢你 可是我确实克制不住 当我跟她相处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容易被她吸引 姐 你 你帮我照看一下爸 我出去一会儿 尽管去吧 顺便找个男朋友回来 但是如果在他家过夜不回来 也可以 去吧 苏比一出来大东马上冲进去了 不过才没过几秒钟 苏比又在外面狂敲厕厕门 求大东分腾一半的马桶用 大东死都不肯开门啊 露露气得发誓 说以后再也不给他们做饭了 然后苏比大东也发誓 他们说啊 就算打死他们 他们也不敢再吃露露做的饭了 哎呀 天呐 这也太好笑了吧 欢贝贝 该换药了 所以啊 你要快点好起来 大家都很想你 尤其是想吃你做的菜 原来你们只是想念我做的菜啊 你们这些同事 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你们这些同事感情真好 在哪里上班啊 游艇俱乐部 怎么了吗 你看到鬼了 hash 但本来不及 我们换除了 你 别人 你 别人 不要 我 别人 你别人 你别人 一切都不少 放我 你别人 你别人 怎么打进来 什么 我 她别人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对不起 贝贝 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别哭了 小心感染伤口 别哭了好吗 你别担心 过几天 我们就去找医生 讨论直皮手术的事情 你不会有事的 我发誓 我向你发誓 这辈子 我会照顾你 我会永远照顾你 贝贝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别哭了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是个好日子 移破土出嫁出院 搬新房子 病人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好 好 阿鹏 你陪着贝贝吧 我去办手续 我办完就回来找你们 走吧 别别 刚才我来的时候 在电梯里看到一个人特别逗 我听他说什么 自从得了精神病精神好多了 不好笑啊 行 那我们就不笑 我们吃东西 你最喜欢的哦 这是露露和苏比的意思 他们希望你永远 甜甜美美 飘飘亮亮 笑口成开 来 吃一个 你不笑 飞飞你别哭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嘴笨 我也不会说话 我不会说话 我就是没文化 我不会说话 对 不许你变成什么样子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在我的心里 永远都是女神 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 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现在的医疗水平 已经很发达了 手术不成问题 但植皮区域的周边呢 还是会留下缝合的痕迹 字体取皮的部位 也会留下疤痕 我上网查过 还有一种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 那个效果怎么样 那只是另外一种选择 但还是呢 会留下疤痕 不可能完全 恢复到原状 而且后续 整容的费用也很高 谢谢 谢谢 有些事 你怎么说 你真的看不懂 真的有那么多 是不是 你们就可以 Bach 由他们提供营养咨询 制定食谱 保证呢 让那些老人们吃得是开心又健康 走 来 再看一看 这里 我们这里啊 这个设施很近的 走了 来 跟我走 这样好一点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式了 你看看 这个是这样的 舒服一点吧 阿姨 这边是阅览室 您好 最近过得还开心吧 开心 开心 好好好 我们这里啊 管理很规范 所有的 这个你放心 全市啊 没有比我们这儿再好的 晒晒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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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喝酒 喝酒 来 咱 turned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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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真的要把爸送到那儿 就算那儿的环境硬件都好 那也比不上家里 待在家人身边 你说爸为了咱俩为了这个家 辛苦了一辈子 这到最后 还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养老送中 我那天看到那儿的老人 他们一定都挺想回家的吧 姐 我们俩辛苦一下 自己照顾爸爸 我也想 咱们自己来照顾爸 可咱俩都要工作 爸的情况又时好时坏的 他是需要专业人员的 二十四小时看护 我是担心咱们做不到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权益之计 你说 万一哪天咱们疏忽了 这造成了过错 岂不更对不起爸 姐 我这次一定会加倍小心 我一定会加倍小心 不会再出公园那事的 咱别把爸送走行不行 你 你就当不是爸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爸 我一想到爸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 他想我们了又看不着我们 我就难受 好 咱们再试一试 也许等我习惯了 你们姐妹俩出去玩不带我 找到了找到了 看一下看一下 美丽的养老环境 满足您的生活需求 说得好啊 这个老人院不错啊 就像一个五星期的度假中心 老陈要知道一定会羡慕我 还有杨妞 好 我决定了 就这下 住老人院可以交新朋友 说不定还可以交这个 爸 怎么了 你舍不得出钱啊 我自己出 可以吗 好了 我说了 就这么决定了 你们去联系一下 我去收拾行李 越快越好 杨妞 您好 您请这边走 你看这里啊 就是我们的会客室 您好院长 您好您好 那边啊 有个游泳池 前面呢 还有休息的地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阅览室 嗯 我再带您到别处看看 让您全面了解一下 好 一百二十一 七十五 李师 你身体可真好 那我先出去了 你们俩 好啊 谢谢 麻烦你了 这床啊 可真舒服 比家里好多了 这个房间也比家里大 你看 你看 外面风景又好 空气又好 这真的不错 我刚来的时候在路上 还碰到一些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老哥们 还跟我挥手 说不定啊 以后可以交朋友 小语啊 你别担心了 爸在这儿 肯定过得快乐 爸 您要缺什么 打电话给我 我随叫随到 等你啊 那我不如叫他们帮忙 快多了 小语啊 我不在家的时候 就麻烦你照顾一下小语 我这个闺女啊 别看她貌似很坚强 很独立 其实啊 她很粘人 特别是我 说不好她明天又要过来了 所以你要帮我看着她 别让她三天两头 又往这儿跑 李叔 照顾她 我没有问题 但是看住她 我爸看不住 我自己都想跑过来看您呢 真哪你们没办法 好了好了 你们该走了 我要去见一下那些新的朋友 我还要去找那个杨妞 爸 好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放心吧 我没事 乖 走吧 好了 好了 李叔 我们先走了 好 拜拜 走吧 拜拜 拜拜 好了 走吧 走吧 我真是不孝 在我爸最需要我的时候 却把他送到这种地方 别责怪自己 你换个角度想 那阿慈海莫症最大的特点 就是病情极其不稳定 时好时坏 李叔在这里呢 可以得到最专业的帮助 对于他的治疗是有好处的 这样想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专业的救治 你看他刚才那位样子 他不是对这里的生活挺期待的吗 他那是在演戏 做给我们看的 他就是怕给我和我姐添麻烦 成为我们俩的累质 所以他那是在演戏 并可一个人难受 他也会住在这儿 如果是这样 李叔也不愿意 你们也不愿意 那我们不如干脆接他回家 再想别的办法 没用 我爸一旦决定的事 谁也改变不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我怎么连自己的爸都照顾不了 你先回家好休息 冷静一下 回头等李叔情况好了 我们随时接他回来 好吗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攔 好吗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攔 记住 将来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会孤单的 有我在 不管是好运还是恶运 现实还是命运 我都会陪着你 我会陪你一起面对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会陪你一起面对 好吗 好了 先回去吧 走 我走 好吗 谢谢我 我去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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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功夫 我去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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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 你拿了你最爱吃的 吃药了 吃药了 对不起啊 之前住在这张床上的女孩呢 今天上午已经出院了 今天上午就出院了 对 那你最爱吃药了 你还在说 什么 已经是 对了 你好 好 你去 帅哥 你去 跟我王 你去 亩 对啊 贝贝 大家跟以前一样等着你回来呢 是啊 大家都一样 这个家也是 只有我不一样了 其实酒店那边也不用请假了 就算我伤好了 我大概 也没办法回去上班了 贝贝 贝贝 你怎么出院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你们两个也是 给我打个电话啊 是我叫他们别跟你说的 又不是什么大事 出院这点小事 何必心动大家呢 贝贝 贝贝 搬回去住吧 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 请你们不要再对我这么好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好 贝贝 或许贝贝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大家一直提醒她 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吧 没跑啊 没跑啊 我还以为会找不到人呢 谁要跑 你放心我不会跑 你先进去 交流我来 快去 还没到期限吧 我说啊 你们其实不用那么辛苦的 外面的那艘船看起来情况还不错 应该值几个钱 船放在那边当装饰品 多浪费啊 倒不是卖掉换钱 手头上还可以有些现金周转 日子也会好过一点 我会考虑的 我认识不少买家 如果你想卖 随时可以跟我联系 陈希 你要卖船 为什么呀 这船马上就要修好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卖 还有 刚才那个人是谁 阿庞的车被烧了 他明明保险 我决定替他还钱 阿庞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 没有必要卖船 那贝贝的医药费的 还有整容的手术费 从哪里出 贝贝的事情你别担心 他的手术费 我来负责 贝贝出事是我的责任 我自己负责 没人说那是你的责任 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不要每次都把事情 自己揽下来 到最后问题没解决 自己掀款了 我没钱你就有钱了 再去找于处号 你到底欠他多少 打算拿什么还 我会好好照顾贝贝贝 你呢 就专心工作 这里不用你来操心 你要是 我要做一个 还要做一个 通过来 才会是 在这一区 encounters 你怕吗 尼药 陈夕 你怎么还没睡啊 陈夕 你 你别管 去睡 你没必要这样 真的兄弟 行了 叫你别管就别管 快睡觉去吧 走 晚安 陈姬 我瞧瞧你 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的话 就千万别卖船 不然我一辈子都还不上了 我卖船跟你无关 我只是想认清现实而已 况且 我的梦想本来就不切实际 你在说什么呢 本来就是啊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 比起你和贝贝的人生 环游世界这件事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你们都变成这样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跑出去 这不叫实现梦想 而叫逃避 不管怎么说 我就是不让你卖船 你要是卖了我跟你绝交 卖船只是小事 只要梦想还在 将来一样可以买回来 你不用担心 就算我求你了 当务之急 只要帮助你和贝贝 摆脱眼下的困境 晨熙我求你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固执啊 我就算被人砍死在街头 也不用你帮忙听懂了吗 晨熙 平常你都抱我们兄弟了 这次算我们抱你了 这是大家欠你的 你们干什么 还差多少啊 还差多少啊 剩下我出 早听说你小子还不错 今天 算让我见识到了 哎 您哪位啊 我说大爷 您是不是来错地儿了 酒店在那边 你出 你出得起吗 你知道差多少吗 不管差多少 应该都不是问题 啊 嗯 晨熙 你爸跟你说的 他是不是一种病啊 不知道 真的 不知道 哼 不信吗 不信的话 就跟我走 过去看一下啊 哎好 我先稍等一下 我需要付一个 哎呀我的天哪 董事长 来来来我来拿 我来拿我来拿 董事长 哎呀我没听错了 我这个是董事长 这边请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来谢谢 来麻烦这边让一下 谢谢借过 谢谢 我没想到啊 你 哎 好 坐吧坐吧坐吧 都客气什么 哎 爸 哎 哎 哎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你们能看到的都是我的 这个也是 她是我女儿 所以 所以 您真的是董事长 嗯 你是董事长千金 干嘛 有意想 果然傲娇是有原因的 哎 臭小子 轮得到你说话吗 哎呦 哎 我女儿对你很欣赏 一直跟我说你有多好多好 我本来还不信 不然这样吧 我来跟你讲讲条件 你娶了我女儿 我把饭店的经营权交给你 让你来当总经理 哎 哎 总市长这样不太好吧 年轻人又没什么经验 我问你的意见了吗 哎 倒是没有 经验是可以积累的 但是 人品是学不来的 他的人品 我欣赏 是是是 那可行 麻雀变凤凰 怎么样啊 机会只有一次 说啊 快啊 董事长 谢谢您的欣赏和提拔 也谢谢小兵小姐的错爱 但是非常抱歉 您说的这件事 我没有办法接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 你还不给我面子 你真的不怕我把你开除吗 对不起 如果董事长因为这个要开除我 那我无话可说 我坚信 婚姻不应该是一种条件交换 否则的话小兵小姐 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信物 而且 与其依赖别人的施舍 我宁可依靠自己的努力 去完成我的梦想 先扣辞了 走走走走 爸 怎么这样就放他走了 爸 怎么这样就放他走了 想什么呢 没 我昨天晚上给刘圆圆打了个电话 他们说李叔那边情况一切都好 我也跟他们说请他们特别关照 有任何情况会随时打电话给我们的 谢谢 对了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让你高兴高兴 什么好消息 应该还有几分钟吧 爵尾的广告就要首播了 你已经把它做好了 不是你 是你们 最近你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别的事情我们帮不上忙 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帮他 你可不知道 我们那个广告拍得可牛了 真的 小时候爷爷就告诉过我 做人要低调 不能霸气外露 所以我才每天故作嬉皮笑脸 浑水摸鱼的样子 就是为了掩饰我这过人的才华 爷爷说的真对 我可什么都没听到 沙莉姐参与这个案子了吗 她之前有参与 之后就是大家一块完成的 对对对 她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她休战了 到底是出差还是休假啊 休假 他先出差再休假 喂 时间快到了 走出去看去 笨蛋 骂人的时候 都挺有默契的 赶紧走吧 亲爱的 喝点水吧 你看看 这就是你们老板给我打的 你怎么会碰到他 我也不知道啊 那天你走了以后 他就突然冒出来了 一把把我拽到一个胡同口 就把我打成这样了 她不会莫名其妙打人的 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实话没告诉我 说啊 没有我哪有啊 下个紧啊 她那天就是问我 是不是要跟你在一起 那我就直说了 我说我一定离婚 跟你在一起 那就算是这样 她也不能打人啊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不怕别人知道 你不怕我怕呀 现在连鱼鼠号都知道了 你要我在公司里怎么待下去啊 那你就干脆辞职别干了呗 像你们老板这样有暴力倾向呢 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欺压手下 你跟他手里也干 我可不放心 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公司 绝对是好事 他不是那种人 倩严的 你老公我被打成这样了 你不安慰我几句就算了 还替那个打人凶手说话 你 你让我情何以堪呀 到底谁情何以堪啊 你结了婚来骗我 当人小三被黑锅的人是我 私底下被人说邪话的也是我 现在我人才两口 你又跑过来说我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好好好 对不起对不起 刚才是我不对还不行吗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 一定把婚给离了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就风风光光地把你取进门 到时候你就是我老婆 王家媳妇 还得麻烦你个事 帮我生个大碰的小子 再说吧 亲爱的 亲爱的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但你要知道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这段时间是过渡期 不管有多艰难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我的心 永远跟你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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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